各位弟兄姊妹,我感谢神 再有机会跟大家聊聊讲解 分享在腓立比书里面的经文 我们过往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 我们看到使徒保罗 他分享到当他为了福丹的缘故被囚的时候 发生了几件事,看起来让他是忧心的事情 但是他是很巧妙地 让保罗更加深刻地经历了神的大能 以致保罗的心灵因为信靠神而有这份喜乐 当众保罗分享他的心路历程 从而教导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 当他面对类似挑战的时候 可以和应该以什么的心态去面对 首先在第一章里面也提到 保罗他一直想将这个福音传到地极的 很想去到罗马那里传到 的确,神给他去到罗马 他不是按照保罗他所想的方式 而是他这次以一个囚犯的方式 被耶路撒冷犹太人指控他践踏圣殿,律法,扰乱社会 于是他要上告于改杀 于是现在在罗马那里受捆锁 但在12到14节第一章 保罗分享到原来神是借着这个方式更是叫福音兴旺 以至海撒家里的人,以及当地的犹太人 都有机会来听闻福音 虽然被囚禁,但保罗依然起落 第15到20节就记得第二件事 就是他知道有些人传福音的动机 不顺精,不诚实,叫保罗心里面的难受 但是藉着弟兄姊妹在祷告上的支持 以及主耶稣基督的圣灵,给予他帮助 让保罗看透了,只要基督被传开 这个就是让他心灵得到喜乐的事情 虽然这个境况不理想 或者不是他自己所想所求的 但当他看到神奇妙工作的时候 内心竟然有这份喜悦和喜乐 而今天我们将要看的第20到26节 就是提到第三件事 就是因为保罗要上告于海撒 究竟他会被释放 还是因为被误告 这个妖言或众 甚至是全耶稣是一个王而被判死刑 他不清楚 究竟保罗在祈祷里面 应该求自己离世与基督同在 还是求神给他有机会 再去到教会当中 去兼顾弟兄姊妹呢? 保罗他心里面的挣扎是什么呢? 就让我们今天一起去研究 让我们先读一次这段经文 选择腓立比书第一章 二十节后半节到第26节 读完之后我们祈祷 好 经文这样记载 只要凡事放胆 无论是生是死 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带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但我在肉身活着 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 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 我正在两难之间 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因为这事好得无比的 第三行 然而我在肉身活着 为你们更是要紧的 我既然这样深信 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 且与你们众人同主 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 又长进又喜乐 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 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 就越发加增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的天父很感谢你 因为你感动仕途保罗 当日写这封书信 给到肥立比教会的信徒 也都让到差不多二千年后的今天 我们能够读到这个书信 能够可以在保罗的身上来学习 天父啊 求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梟 让他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 也都让到神的圣灵 能够借助我们看圣经的过程当中 能够感动我们 让我们像保罗那样 无论是生是死 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 照常显大 我们祈祷奉 奉我主耶稣基督圣明 祈求 阿们 好 好 祈求是死亡干色 基督是仍然能够照样被尊崇的 在这里 保罗表达出 他已经自自己的生死于道外 但我们有两个问题去问的 为什么保罗可以不惧怕死亡呢 另外 为什么保罗可以这么有信心 不论他是生存在世上 或者是不在世上 基督仍然会被尊崇呢 照我们平常在世上的观察 人都是会用尽方法 让自己去生存 不仅生存 还要渴望生活得好 不论是现场寿命 或者是保持健康 不论是希望可以享受世界 所带来的欢乐 或者是希望和自己所珍爱的人 家人朋友相处 看着子女儿孙成长 或者是希望看见自己的成就得以延续 这个看来都是人之常情 并且我们在世界上的观察 人通常是会避免提及死亡 或者是尽量避免死亡 或者甚至用很多不同的委员的方法去表达 觉得死亡是一个终结 損失 不单止我们亲人离世的时候会感到不舍 或者近来可能我们在疫情当中 在世界战争当中 看到死亡的数字很多的时候 我们会感到痛心 可惜 或者无奈 甚至可能心里面会想到 当中是否有人需要负责 或者是很多不合理的行为 或者侵略的行为 让我们深深奋劳 但在这里我们却看不到保罗 他贪徒生命 有些看不到保罗 他为现在所身处的处境 有丝毫的失望 或者怨恨之心 相比我们观察的世界 或者我们运用想象力去联想一下 可能武俠小说的话会怎么写呢 作者可能会描述 这个主人庸 受尽苦楚 于是向他的徒弟交代 但是我今天被囚 就要迫害我的犹太人 或者可恨的罗马帝国 所以提我看 肥拉比教会 你记住为我保仇 没有的 反而保罗表现出一种 我们不能够容易明白的一种处达 那为什么他可以这么想 在第21节我们看到了 保罗自己回答 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前面那半句 活着就是基督呢? 假如以字面来看 就好像有些 甚至狂妄似的 但是假如我要明白那句的话 就先要明白后半句是什么意思 后半句说到 我死了就有益处 是什么意思呢? 刚才我们提到 世界的人觉得死亡 是一切事情的终结 不能够享受世界的乐趣 世界的恩怨情仇 跟他没关系了 那为什么保罗他认为 他死了就有益处呢? 是因为保罗他深信 主耶稣基督的应许 当他走完了人生 世上的路程之后 知识了在世上的劳苦 他很肯定自己 会在乐园 在天堂那里 和主耶稣基督同在的 甚至第23节那里提到 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因为这事好得无比的 保罗他很有把握 他知道他自己离世的时候 会与主耶稣基督同在的 但是我们自己 有没有这个把握呢? 我记得全幅的工具 有三幅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假如你今晚 离开世界的时候 你究竟有没有把握 可以上到天堂呢? 假如人答完第一个问题 就会问你第二个问题 假如神问你 为何我要让你进入我的天堂呢? 那你会怎样回答呢? 到底指会你有没有把握呢? 保罗他很有把握 正如他在《帖撒来尼加》前书第五章 那里讲到 因为神是预定我们 借助主耶稣基督得救 他 耶稣就是 替我们死 叫我们无论醒着 睡着 都与他同活 另外 罗马书第八章 三十八、三十九节也都讲到 因为保罗的深信 无论是死 是生 是刀剑 各人的灾害等等之类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的 保罗他很肯定知道 就算是死亡也好 都不能够让神和信靠他的人来分开 这样 我们就前半句 活着就是基督 就更加借得我们世美了 当然我们首先要留意 当保罗说 我活着就是基督的时候 并不是好像一些异端 邪教的那些领袖 就自称我就是基督了 那些 因为主耶稣基督 他已经在福音书里面 已经教导他的门徒 要防范那些人 就不要相信那些自称是基督的人 例如《马达福音》二十四章里面 讲到那时候 末世的时候 有人跟你说 基督在这里 或者基督在那里 千万不要相信 因为假基督 假先知要起来 显大神迹其事 若倘而能行的话 连损民 神的损民都迷惑了 到今时 今日末世的时候 不论在中国 韩国 世界各地 都有不少的人 宣称自己 或者某某领袖 就是基督 就是救世主的 或者著书立书 吸引很多 甚至用多媒体 去宣传 似是而非的道理 那些我们不要相信 保罗所说的 我活着就是基督 是指导他自己的生命 是完全降伏于 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 他的生命和生活 已经被主耶稣基督所充满了 以至他的生活的目标 他生活的方向 他的渴望 都是为主而活的 这是一个很深刻 与主结怜的生命的流露 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 那里提到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原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而同一本书卷 《弗拉比书第三章》 保罗再清楚地表达了 因我意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自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训斗 为要得着基督 保罗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 就是他对主耶稣基督 完全的忠心 完全的爱 有时间 有机会 有把握的 就会把握你的机会 去宣讲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 是预言传传地 对主耶稣忠诚 信服的表现 他乐意 放下自己的益处 总之困难当中 仍然是充满喜乐 用他的生命去高举基督 去尊崇基督 让更多人得到福音 得到救恩 更加愿意见到 教会的信徒 能够喜乐地 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成长 也都因为是这个 乐意侍奉主的心智 让保罗他在经历一个的两难 是什么的两难呢 在第22节那里我们看到了 保罗他这样写 但我在肉身活着 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 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 我正在两难之间 情愿离世 与基督同在 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然而我在肉身活着 为你们更是要紧的 保罗他心中的挣扎是什么呢 首先 没有争议的 就是他一生都是被基督的爱 所充满 不论是生是死 主耶稣基督都同他同在 他的心智就是透过自己的生命 让基督的名照上显大 让主耶稣基督被尊崇 并且我们在保罗的心路当中 如果我们跳出来看的话 保罗是否真的有得选择的 生命在神的手中 过往保罗曾经想去罗马传福音的 但是呢 神用不同的方法带他去 现在保罗的前路 究竟是生是死 都不是他自己可以掌控的 究竟神会怎样去带领他呢 但是保罗他很乐意 和弟兄姊妹分享他心里面的心声 他的渴望 纵使假如他离开世界 与基督同在的时候 对于保罗自己来说 是好得无比的 因为这个也是他得到奖赏的时刻 但当他想到 假如能够在世上肉身活着的时候 就成就我功夫的果子 他说话的意思就是 是偷过他的功夫 奴苦 不论是向未认识的人传福音 对弟兄姊妹的真理教导 栽培初信的弟兄姊妹 帮助他们成长 在他们遇到困惑的时候 能够得到指引 在他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 挽回他们 这些功夫 都是假如能够让到 顶姊妹在基督里面成长的时候 结出各方面属灵的果子 叫主耶稣基督的名德荣耀 保罗 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了 离世和基督同在 虽然对自己来说好得无比 但是假如他在世上的时候 能够将他所知道的 所认识的圣经真理 教导顶姊妹的时候 藉着主的引领来在地上作功的时候 保罗 他更加想 保罗在当中的衡量 就是第24节里所说的 然而我在肉身活着 为你们更是要紧的 保罗当中的考量 相信神 都会仍然留他在地上 并不是渴望自己可以安然脱险 或者我们联想 保罗在祈求神 阿神 假如你让我从学自由 我就一定会为你做什么 这样 不是的 保罗他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誉 或者为了自己的好处 而是他心中所想的 是弟兄姊妹的需要 是为了弟兄姊妹的成长 假如我们记得 《腓立比书》的《金句》 第二章四节里面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相信保罗在这里 形容他自己的心智 亦是为了他之后的教导 一个伏笔 他自己怎样不单顾自己的生死 所顾念的 就是弟兄姊妹的需要 弟兄姊妹的成长上的需要 因为第25节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使你们在所顺的道上 又长进又喜乐 长进这个字的原文 在一章十二节里面出现过 就是说到保罗 他所遭遇的事 各样的避囚等等之类 原来更是叫福音轻旺 轻旺和长进是同一词 就是推进、发展、扩展 是借着更加认识耶稣基督和主 有更加深厚的结怜 不单是自己个人的长进 更是教会群体的长进 长进有什么后果呢? 第26节里面提到 叫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欢乐 因我载到你们那里去 就越发加增 讲到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欢乐 在和半修订版翻译为夸遥的 当然这个意思 并不是一个负面的 说形容人很骄傲的 而是形容那份的开心 是来自一些值得 欣赏的情况 好像一个小朋友 人仔细细就说 我长大了 那份喜悦一样 保罗想到当肥立比的信徒 能够在信仰上面 扎根成长 经得是考验 经得是迫白 经得是疾病 困苦之下 仍然能够坚守 坚守信仰的时候 信靠耶稣基督 梦神月纳 当主耶稣见到他们的时候 就称赞他们 你们是有良善 有忠心的仆人一样 那份喜悦 而保罗的选择 他在期盼 已经显示出他的心智 怎样 他叫基督 在他身上 照常显大 怎样 藉着 他在福音上的功夫 来到他备受尊崇 当人明白了 第20到26节里面 保罗要表白 他自己的心声的时候 给我们有什么思想和提醒呢? 当我们看到这位使徒 在他生命 和主耶稣基督那种的关系 那份的结年 活着就是基督 他的生命就是要为主而活 他的使命就是要让基督 在他身上照常显大 他很希望能够仍然住在世间上 为了用弟兄姊妹的生命得到造就 得到牧养 以至成长 在基督里面有这份喜乐 这就是保罗的心智 那我们呢? 你的心智又是什么呢? 你为了什么而活呢? 你为了谁而活呢? 在世界里面我们的观察 很多人都是为自己 为了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来搏斗的 有时都不是一定自己所想的 而是环境迫成的 尤其是我们身处在香港 这个很极端的 资本主义社会里面 金钱和权力就是道理的时候 假如我们缺乏信仰 真理的道德价值观 以及可能是政策 法律上的制衡的话 社会虽然看起来富裕也好 但是扭曲仍然会很严重 不单止香港 世界上贫富懸殊 给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让一部分人 虽然可以享受到当中的成果 但是看来好像更加多的人 在更加贫穷的当中来到生活 而世界上有些发达的城市 包括香港在内 楼价也是不合理的高企 根据刚刚出版的 最新的国际住房负担调查 发达国家和地区里面 香港房屋的价钱中位数 和香港年度的家庭收入 入息中位数的比例 是23.2 23.2的意思是什么呢? 即是以一年家庭 不是个人家庭的入息中位数来说 就算你完全不用钱 不允许租 不买东西 甚至都不买 你要存23年 才可以买到中位数价钱的住屋 相比新加坡 是5.8 在香港 或者其他类似极端的城市里面 除非我们有其他人的帮助 或者父母 或者是異常地本事 否则都很艰苦 才可以在社会上立足 可能很多人都是为供楼 而生活 生存 在世界上 我们的观察也有很多人 为他人的眼光来生活 可能在生命当中 或者是年轻的时候 或者是生命某段时候 因为家境 或者是一些制狱的限制 比如朋友 或者亲戚 看不起的时候 于是就不断地去做很多事情 去证明自己 一些正面一点的 或者在学业上面 事业里面努力去追求成就 偏满的可能挺而走险 为的就是淡气 要出人头的 要人屈服 或者尊重 最后可能都会发现 原来一些不喜欢你的人 就算你怎么也好 都会不喜欢你的 不一定有什么客观的原因 但自己已经用了不生的时间 去到跟着人家的眼光 被人牵着鼻子走 看来斜龙路 多个自由 世界上也有人 是为了仇恨来生活的 生命中因为一些事故 承受很大的创伤 于是人生的态度改变等等 可能那人本身也很善良 甚至是平平无奇的 他因为仇恨 走上不归佬 在近一百年之前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有一位名不经传的画家 现在在这个powerpoint上面 就是他的作品 可能他本身的生命都是平平无奇的 但当时他是受到极端的 民族主义宣传所影响 深信为何他们是这个国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打败呢 就是因为犹太人害他们的 于是这位平平无奇的画家 后来成为政治家 靠着他独特的演讲能力 动员到世界上 都算是相对上 是非常理性的聪明的德国人 拥抱这个纳粹主义 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并且有系统地去到 杀害近六百万的犹太人 这位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希特拉 听到这些故事难免令我们心寒 因为人性本罪 只要我们仍然是因为犯罪 去规决神的荣耀的时候 历史好像就会不断的 在不同的时间 透过不同或相近的方式去重演 而我们所担忧的 就是我们身处在一些 这么压迫的环境当中 假如我们生命里面 缺乏一个真实的信仰 或者我们没有以到 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主 或者我们不去以圣灵和真理 去充满我们的心灵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成为恶魔 不论在家庭层面 影响到家人 或者在工作层面 影响到你的同事、下属 或者那些帮你做事的人 在社区、社会层面的 可能在这个城市里面 各个人受苦 或者甚至在本事的 在国家业入国际的层面 为自己的仇恨、利益而生活的时候 或者为自己所沉迷、偏执来生活的时候 就会带来世界性的灾难和痛苦 弟兄姊妹 我们唯一的盼望和依靠 就是主耶稣基督 我们生命的唯一盼望 我们需要就是常常 降伏在主的面前 承认我们的过犯 承认我们的软弱 以致我们能够真正的为主而活 以及为其他人能够得着救恩 能够在主里面、真理里面成长 来生活 保罗那句 我活着就是基督 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基督的时候 可能我们活着就是恶魔 人的罪声 以后当中可以带来的破坏 是可以很大的 我们唯有靠着主耶稣基督 在我们生命当中作供 靠着主耶稣基督的真理 才能够在我们那样的罪恶和编辑当中去悔改 回来 我希望在城镇家里面 不论你是传道牧者、掌执 或者是来报员、成长班的班员、队长 或者在各个不同的单位里面去服侍的 我希望你所渴望所见到的 就是透过我们的服侍 帝兄姊妹的生命得到造就、成长 不单止我们力求的 以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活的标准 作为我们生命的主 更加当我们见到其他人 能够以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生命的主的时候 我们见到他们的成长 我们心里面有一份喜乐 保罗他以这个为他生命的目标 但愿我们都能够以这个作为我们生命的目标 看见帝兄姊妹能够借诸为主而活 当中得到这份喜乐和成长 另外第二方面也都联想到的 当保罗他这么扩大地说自己生死的时候 尤其是那句 无论是生是死 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让我们今时今日的我们都会想 尤其是我们在第五波疫情的时候 第五波之后 会不会有第六波呢 或者我们如何面对亲人 朋友 甚至自己的健康 因为香港衰残 甚至可能会离世 我们所知的 香港现在染疫 也就是破百万 甚至二百万 死亡的人数超过六千 当中也都不少是没有记录来的 是一些间接受影响的 因为医疗系统曾经不升负荷 而至其他病症的病的人 受到不同的程度的影响 或者延五治疗等等之类 以及在疫情里面 我们少了很多机会去探望 以至在疾病当中的亲友 或者在软舍当中的我们的亲人 没有足够的精神上的支持 以至整体的不断的身体 心灵健康里面受影响 甚至 这段时间里面 在感觉上 好像不论是同工 或者听到的电影姊妹 当中的亲人的离世 都多了 在这个疫情之下 我们所做的 是很有限 但是从保罗 他的见证 他的生命当中 无论是生是死 终于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大 究竟我们可以 如何让我们所经历的 或者正在经历的 让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 照常显大呢? 我们过往可能会 借着做很多不同的事奉 或者做很多事情 或者做得又好看又大又多又漂亮 但是现在可能会有些不同 但是现在可能会有些不同 或者我针对其中一点来说 可能我们亲人朋友 有人失去生命的 我们会不舍得 甚至有时听到人说 折哀顺变 其实这是安慰不了人的 或者在保罗的身上 我们尝试用另一个角度去看 但是呢? 其实我们所失去的亲人 透过我们过往上的相处 其实一直在影响我们的生命 甚至可能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不断的家人 亲人的影响呢? 有时是不知道的 例如说说自己的故事 有一次是侍奉了原故 因为可能要制造一些刊物 当时还没有电脑那么发达 要靠影印机 很巧妙地安排一些业数 如何盯装 我们就很有耐心地教导 其中一位一成事奉的人 事后呢? 几个月之后 可能在一些刑会分享 他说回之后 其实那时候他真的很反感 因为我说到这么详细 好像觉得他是一个傻子 或者白痴 但是那时候我以为 我自己正在尽我的责任 但是回想起 这些东西我在哪里学到的呢? 原来是透过我妈妈 那里学到的 他一个做事非常仔细 跟着很足 又好像是一个人来的 可能我们的亲人离世 或者我们会很不舍得 但其实他的言行 或者他的影响 其实都或多或少 在我们生命当中 里面延续的 不论他在主要里面安息的 与主同在 他的见证 生命的故事 也都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 继续延续着 就算亲人是未认识主的 他过往在生命里面的故事 的奋斗 都可以成为我们现在生命的动力 就算一些不足 或者遗憾 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尴尬 以至当我们运用我们所学习到的事情的时候 让主耶稣基督继续透过我们的生命 来让他的名照上显带 再跳出来 保留的书信是1900多年前写的 到现在 都在属灵上影响着我们 我们 身近离去的亲人 或者我们自己身体开始衰残 但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生命 见证故事 让你们经历 在我们家人 鼎字妹当中 继续流传下去 是生是死 都可以 叫基督 在我们身上 照常显带 当然这个课题太大 但希望一个开始 让我们思考 在我们所做的事情 都不能够如我们所想象 或者我们面对很多失去的时候 究竟我们从另一个角度 从保留的身上 看得出这些经历 仍然都可以让基督 在我们身上 照常显带 到最后 结语的时候 保留他说到 无论是生是死 终于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带 保留的心智 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 又长进又喜乐 究竟今天 我们怎样去到 活出基督呢 对于 充满困难 患难 变化的时代当中 这些再不是一些口号 我们要很认真的 要思想 去让耶稣基督的爱 保留的吩咐 入到我们心里面 充实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能以基督的眼光 去看这个世界 我们今天 怎样为主而活呢 我们怎样来活出基督呢 怎样让基督的名 照常显带呢 希望这个就是今天 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 去帮助我们 去学习思想的 我们一起再读一次 这个 这段 《腓立别书》一章 二十到二十六节 只要凡事放胆 无论是生是死 总叫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带 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但我在肉身活着 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 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 我正在两难之间 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因为这事好得磨比的 第三行 然而我再肉身活着 为你们更是要紧的 我既然这样深信 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 且与你们终人同主 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 又长进又喜乐 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 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 就越发加增 我们有一两分钟思想的时间 今天在这段经文当中 四宁提醒我们的什么呢 有哪些方面我们需要留意 以至我们生命上 更加忠心地去见证基督呢 一分钟之后我带大家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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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出梦 A 4 3 5 我 1 1 5 1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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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猜见你独生而止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 以致我们能够恩着信 承受这份的救恩 罪得射面 能够在神经面前 蒙连出 蒙恩惠 天父啊 我们怎样在世界上面 能够可以活出 你所赐给我们 这么莫大的恩典呢 天父啊 求你让我们能够可以 学习保罗这样 无论是生是死 总叫主耶稣基督 在我们身上 照常显大 我们所为的 不是自己的利益 或者自己的好处 或者自己的安舒 而是愿意为主 透过帮助弟兄姊妹 在属灵里面的成长 的长进 以致这份的喜乐 被神尼的称赞 能够蒙神越南 天父啊 我们很多的圈夕和不足 我们愿意在你面前 承认我们的过犯 或者我们过往 用了很多的时间 其实在生命上 兜兜转转 但其实所做的事 都不是主耶稣基督 你所要我们所做的 我们天父啊 求你帮助我们 将我们的目光教正 让我们愿意为主而活 愿意与主结怜 愿意与主结怜 愿意乐意的 与人要结怜 透过我们的生命 去用更多的顶之梅 去到经历神的奇妙的恩典 在信仰上面掌进 在主里面多结果子 叫主耶稣基督的名得荣耀 我们祈祷奉 主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 祈祷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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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奉